轿车围停被俗称小牌的拖吊车 当场上架脱离 这看似普通的违规场景 却让拍摄民众吓一跳 因为这部围停轿车来头不小 仔细看黄色封条贴在车门缝 但其实这部豪华名车 开车方向比较少见 把手是靠近车头 原来这是劳斯莱斯妹 新车要价2000万以上 在20号下午围停高雄市区的六合二路上 立刻被拖走 他拖走之后大概过五四五分钟 那个车子就出现 就是一个年轻的情侣 然后就一直疯狂打电话 然后就坐进行车走 有时候只是窃货 你就拖掉了大概五六次 然后其他检举有四十次以上 事发地点是围停检举热区 豪车被拖走 地上还留着粉笔字 也让传说中豪车不会被拖的说法 立刻推翻 问到拖吊车司机 发现拖雨不拖 其中有秘密 底盘原本就刮伤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它调回来 如果都没有伤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不掉 就跳过让警察去进行举发 其实过去各县市 也都拖过宾利 法拉利等名车 有的是违规太多次 有的是围停状况夸张 高雄这一台两千万的魅影 本来为了避免纠纷 要直接请警方开单举发 但实在停的太外面影响交通 拖车驾驶十分小心 本来广播到上架 两分钟可脱离 这部劳斯莱斯足足花了七分钟 都市传说豪车不会被拖 谣言也因此不攻自破 三雄黄大股不先高雄报道